陳姓少年騎著單車來到外送地點送餐 正當他和顧客交易時 兩名黑衣男子經過 發現少年剛點收完費用 竟然心生歹念 上前恐嚇勒索 趁著少年準備離開時 王姓嫌犯借故表示 被外送帶撞到 將對方拖住 等周姓嫌犯出現 兩人立刻羽帶威脅 要求道歉賠償 少年因此心生畏懼 拿出200元打算花錢消災 沒想到歹徒竟然變本加厲 問這名被害人 那剛剛你外送的金錢 被害人拿出來之後 他要求就把當時收到的現金 1000多元就交給了這兩名犯險 剛收取的款項全被歹徒拿走 少年回到店裡哭訴 在店長陪同下報警 警方調院影像立刻發現 嫌犯根本就是熊面孔 因為皮膚病變 33歲的周姓嫌犯 眼睛周圍如同戴上眼罩一般 甚至因此自封蝙蝠俠 臉書上還稱一起犯案的王姓嫌犯是羅賓 兩人在台北市犯下多起恐嚇取材 而事實上今年8月 周姓嫌犯曾因為七道案被捕 當時還將新聞貼上臉書宣傳自己犯刑 由於他的特徵實在太明顯 也成為警方破案抓人的線索 犯嫌自稱蝙蝠俠者當初有盜案 但事後他一再失遂滋味 跟他的同伴王姓犯嫌 那麼一再的犯案 我們在環河南河那邊 將他們兩個在前後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都幫他們兩位逮捕 警方調查兩名歹徒是兒時玩伴 平時靠打零工過活 常常相約為非作歹是家中的頭痛人物 這次又雙雙遭到來捕 家人只能 無奈搖頭 記者李明燈 李宏寬 台北採訪報導